上星期《陽明》按了判刑後 立即出了一段影片 跟大家分析一下整件事的內容去脈 以及究竟他的判罪 為何會判得那麼輕 大家覺得會判得那麼輕 我也分析過 其實以不小心駕駛來說 其實他不算輕 事實上我們應該要痛恨的 就是為何他無法控告罪走駕駛 罪駕駛才是最終要判入獄 即是我們覺得他要判入獄 為何這次不是判入獄 但問題是現在是無法控告罪駕 也無法控告罪駕駛提供血液讓判 這條罪 所以就變成重的罪是真的無法控告 現在只是入了輕的罪 所以我們不應該說 很痛恨為何這條罪只判他18天 因為我們要痛恨的 是痛恨為何竟然可以被他逃脫 那兩條比較重的罪 所以有些人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都會認為他判得太重 有沒有搞錯 不是 我不是認為這件事他判得太重 而是說這件事裡面 由於現在只能夠告他不小心駕駛 而不小心駕駛來說 其實是很少判那麼重的 但是為何會逃脫罪駕 為何會逃脫提供血液讓本 這才是我們猛症的地方 我們痛恨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要搞錯焦點 我不是認為他判得太重 整件事來說 他是應該再判重一點的 罪駕應該判三年的 但現在他只是18天 這裡來說 其實好像判輕了 但問題是他逃脫罪駕 我長期都要這樣說 他現在是逃脫罪駕 我們應該猛症的是 為何他逃脫罪駕 今天我想說陽明案的另一個環節 其實在3月的時候 有網友留言 想我分析一下陽明案 當時的情況就是 他突然間由認罪 變成不認罪 然後就解僱了青紅 這件事當時已經有網友想我分析一下 但當然那件案未完成 我習慣上不會分析很詳細 但現在整件案已經進入了 起碼初階段完成 只是上訴 上訴也是刑期覆核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詳細說 今天我想說一下 為何最初 為何陽明最初會認罪 第二就是 為何中途他會不認罪 第三就是 為何最後他又會認罪 即是所謂的彈出彈入 為何這麼奇怪 在這件案內 他會彈出彈入呢 當然大家可能會明白 他彈出彈入就是在玩程序 或者在玩司法的漏洞 也好 總之他就是不想坐牢 他應該不想還押 法官是很聰明的 這次裁判官 很多人都不明白裁判官聰明之處 裁判官在最初的時候 判他還押 其實是因為這個案件 或者這個控罪 本身是很難判人入獄的 正如我之前所說 這個控罪本身 如果不涉及傷亡的話 是很難判入獄的 所以裁判官當時 我相信的想法就是 我要你還押後判 可能他最終不會判他入獄的 只是還押後判的途中 他已經坐牢了 然後最終不判他入獄 最後又合乎了這個控罪的量刑 又會令到他入獄 這是我小人之心去想 不過這不是重點 只是順帶一提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今天想說 為何會彈出彈入 首先 為何會彈入 然後為何會彈出 然後為何會彈入 最初為何會認罪 其實很多人都不明白 為何會這麼順悍認罪 我們會知道 我們現在大家都說 他醉酒駕駛 很多人都會見到 他出來要人扶 即是看到那些照片 他似乎真的醉了走 但醉酒駕駛 我之前也說過 這條罪其實挺重 要判監三年 所以 舉證其實也挺嚴謹的 你不可以見到他好像醉酒 就說他醉酒駕駛 他可以說自己突然間 精神錯亂也可以 他那個表現 究竟是精神錯亂 還是醉酒 我們從外表是不知道的 所以要告他醉酒駕駛 真是唯有吹波波 或者抽血 只有這兩個可能性 你不可以從外表 走路不穩陣 發酒瘟 這些東西 而認為他是醉酒駕駛 所以 即使所有人都知道他醉酒駕駛 即使所有人都認為他醉酒駕駛 但是 在法庭上 是不可以 就憑外觀 看見他好像醉酒 就說他醉酒駕駛 正如我上一段影片所說 控罪有三文字 首先 我看看告不告到你醉酒駕駛 就用抽血 或者吹波波 但如果我告不到你 即是如果我抽不到你的血 或者吹不到你的波波 我就會告你 拒絕提供酒精測試的樣本 如果真的 他是神智不清 他連這件事都不可以同意 就可以指示醫務人員 去抽血 來告他醉酒駕駛 所以 你會看到 原來要告他醉酒駕 不是那麼容易 一定有切實證據 去證明他是醉酒駕的 所以很多時候 在控告他醉酒駕的同時 會告他不小心駕駛 你想想 因為這件事會 他會切對面線 然後撞上去行人路 事實上只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忍醉酒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他不小心駕駛 第三個可能性 就是機警故障 機警故障 機警故障是可以驗出來的 現在很明顯 就是知道他不是機警故障 所以就只有兩個可能性 要麼是醉酒駕駛 要麼是不小心駕駛 所以楊明為了告訴別人 自己不是醉駕 他唯有要認不小心駕駛 這差不多是必然的 所以最初的時候 他認罪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他不認罪的 就是拒絕提供酒駕駕駛的樣本 所以他認不小心駕駛 是合理的 但問題就是 後來為什麼他由認罪 變成不認罪呢 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又跟開這宗案的人都會知道 就是裁判官的判刑 當時裁判官的判刑 是比一般的慣例都重的 正如我上一段影片不斷說 不小心駕駛 如果不涉及傷亡的話 通常是不會判他入獄的 這個我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青紅都知道 即是他的代表律師青紅都會知道 所以楊明都會知道 當時他是萬料不到 原來裁判官是打算 打破一般的慣例 竟然在不小心駕駛上判他入獄 當然裁判官是有原因的 裁判官是有提到 為什麼他會判他入獄的 他說他有前科 他的駕駛態度有問題 而且他產上行路 幸好當時沒有人 否則一定會造成傷亡 裁判官說了 他說他考慮了這些事情 根據他考慮的這些事情 而判他入獄 所以我們看到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裁判官的判刑 真是此料不及的 青紅都不會猜到裁判官會這樣判 而裁判官亦都很穩陣地 說了為什麼他會判他 比平時重的刑罰 最萬料不到的 最令到青紅萬料不到的 就是裁判官不單止判他入獄 而且不准他保釋 不准他保釋等候上訴 所以讓楊明當時不知怎算好 因為我沒有預計過要坐牢 起碼我預計過今晚可能有事要做 但我無端要坐牢 會令他的損失很大 本來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保釋等候上訴 誰知道裁判官都不肯 所以你會看到裁判官要判他入獄 或者要去坐牢的意圖 都很重 最後怎麼辦呢 青紅高手 他唯一想到的是 我現在要由認罪 改為不認罪 改為不認罪 我便會慢慢排期再審 因為如果要認罪 就不用再審 我需要改為不認罪 才可以出來不用坐牢 排期再審 但法庭不會容許你 有時認罪 有時不認罪 法庭對於認罪的標準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不是說就這樣認罪便可以的 你要很清晰地告訴法庭 你知道自己認了什麼罪 還有你知道的後果 以及你認罪的是什麼行為 所以 既然法庭最初是接受你認罪 你不可以隨便說句話 不認罪就變成不認罪 唯有 青紅的說法就是 其實我誤道了他 我告訴他其實不用坐牢 誰知道原來要坐牢 所以其實是我失職 所以他現在解僱我了 我給了一個錯誤的法律意見 他的認罪是基於錯誤的法律意見 所以他現在是有條件 變成不認罪的 當時的裁判官是接受的 這也沒辦法 因為辯方律師都說自己是錯誤的 都說自己是給了錯誤的法律意見 所以唯有接受去改變 由認罪變成不認罪 當然 其實之後我們發現 律政司對這件事是很不滿的 律政司後來做了兩件事的司法覆核 第一 他認為 根本這次判去拒絕提供酒精測試量本 這個控罪 判去不成立是錯誤的 當然後來裁判官認為沒有錯誤 我已經充分考慮過 當時的確是警察做漏了 沒有確認是否真是神智清晰 而且也沒有企圖叫醫生去幫他抽血 這件事 所以裁判官是保留最後他是罪名成立的 另外律政司司法覆核 認為你不應該被他彈出彈入 你不應該無端的 他認為認罪就認罪 不認罪就突然容許他不認罪 律政司的說法就是 清雄是一個很資深的大狀 他不應該會犯這些錯 他不會輕易犯這些錯 另外 清雄應該跟他說的話 這宗案 不小心駕駛 是很大機會不用坐牢的 他不會說到死 正常都不會這麼天真 那大狀跟我說 多數不會坐牢 就以為一定不會坐牢的 所以 政司認為 根本就不應該容許他 突然間變成不認罪 當然 裁判官也否決了這個司法覆核 因為裁判官認為 兩點 第一點就是 事實上清雄自己也說自己犯錯 我很難保證他不是真的犯錯 另外 現在 楊明已經再度表明 他將會變成認罪 所以 如果法庭再處理司法覆核 這個司法覆核 純粹只是學術上的討論 沒有實質上的用處 所以裁判官認為 不如我們接受他不認罪 然後讓他認罪就算了 所以最後裁判官是接受了他 當時是不認罪 然後現在認罪 所以我們要下去第三個問題 為什麼他現在要認罪呢? 為什麼他知道 中途改變不認罪 現在要變回認罪呢? 很簡單 就是 當初他沒有心理準備 或者是心理準備 或者是實質上的準備 他沒有心理準備要坐牢 他沒有實質上的準備要坐牢 所以工作上的安排 可能因為要坐牢 他可以坐牢 也不受影響 或者沒有實質影響 所以這次他應該有心理準備 也有實質上的準備 所以我相信他這次 其實已經在工作上安排到 他可以坐牢 也不受影響 或者沒有實質影響 所以這次他選擇認罪 因為實際上 也好像我上面這樣說 他沒有其他可能性 在這宗案裡 只有三個可能性 引致這次車禍 要是罪駕 要是不小心駕駛 要是機警故障 機警故障有1.25 所以這不是 罪駕他不想認 他對大眾也說他不是罪駕 他不想坦白承認罪駕 他唯有認不小心駕駛 所以在這個階段 他認是很正常的 而且這次裁判官也很盡灘地 竟然讓他保釋等候上訴 所以他就選擇這次再認罪 當然上訴最後會怎樣呢 上訴有可能最後會真的不用坐牢 也可能保持原判 也真的有可能會加監 如果上訴的法官認為 對呀,你真的很嚴重 你有前科 我真的加監 也有這個可能性 當然我們猜不到 真正來說 將會是怎樣 不過我很想提出一個問題 給大家想一想 為何律政司 大家也會覺得 楊明是撐警的人 為何律政司會咬不放? 你會看到 律政司不單是咬去認罪 變成不認罪這件事 不放的 律政司甚至想推翻 拒絕提供走政策事項本 控罪不成立的結果 為何會這麼大口咬不放? 這個我自己有答案 我自己有一個可能說不出口 或者不可以公開說的答案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到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入會、訂閱、看廣告